在修行 像我們臺灣的燦宮老法師 年齡式的 每天2點就起床了 年紀90幾歲了 拜佛 300 拜 600 拜 800 拜 老人家繼續拜佛 佛號不斷 每天都坐蒙山來跟眾生結緣 修得非常的好 老法師講 九二一大地震在臺灣 你看 年齡式只有台階那個地方 那個廟山門外面那個台階 裂一個縫而已 裡面一點都有豪華無商 為什麼 他真修實正安 真在修行 容天勇復 這是什麼 喪失聞到情惡心存 人家就這麼用功 臺灣的道正法師 癌症 年齡的就是為眾生的苦 想求生極的世界 到48歲那一年 他癌症惡化 他本身是癌症醫師 最後他還幫助癌症病人 寫了那麼多的欠癌症病人的好書 傾聽橫河的歌唱 很多的道正法師的善書 那個佛書 你看他往生的時候 6月19號 觀世音菩薩成道路 拜佛 兩點多起來拜佛 拜到三四點的時候 跟他同餐道友講 我不能再陪你拜 我要走了 他練到 阿彌陀 他就往生了 你想想他會到哪裡 他一定急著世界的 觀世音菩薩化身的 喪失聞到情惡心存 每天這樣說無法 雖然帶著病苦 他雖然說這個癌症 癌症已經都病痛這麼苦了 他心根本不苦 他心在急著 肉體給他苦 他是心不苦 他完全解脫了